当AI帕姆尼加上AI衣服 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哇塞 这AI帕姆尼也太好看了吧 再搭配这衣服 这样还用下 肯定是最美的样子啊 是不是 你看到最后就知道了 白亮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组 是汉堡加上帕姆尼 这会组成什么呢 这个我知道 汉堡人量这么高 再根据之前的经验 这帕姆尼百分百变成200斤大胖子 那恭喜你 答错了 这是帕姆尼战成汉堡的样子 什么 这怎么不爱套路出牌啊 要不然怎么叫梦幻组合呢 有道理 第二组是亚战塔加上手掌 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 我也不知道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组合啊 小伯们 你们知道吗 哦 原来是AI后的亚战塔 在招手呀 这也太可爱了吧 有我可爱吗 当然 嗯 那 当然没有了 第三组是 甲格士加上安格档 他们的AI 会组成什么呢 这两个肯定不简单 我也觉得 杀 我去 甲格斯 今天才把安格档到头上 借泰 快乐了吧 我去 没想到小娜还有这批号 以后我可得 离小娜远点 这是第四组 凯恩捡去女电视人 捡去 难道这凯恩 和女电视人有关 我去还真是 没想到凯恩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电视人 这也太离谱了吧 肯定是电视人 打不赢MTR 所以决定请外援 赵伯们 你们觉得呢 第五组是安格档 加上一堆化妆品 这个 这个火手 安格档肯定是一个大美女 不可能 这安格档的这丑样子 要是化妆 就得变成美女 我就是奥迪 过去 这是不可能 辣家 怎么样 快吃 我小娜 可是化妆高手 有人送外号 变脸大师 小娜 你听错了 其实我刚刚说的是 是奥迪奥 有耻 话说 小娜 我还没见过你树颜的样子呢 你不是丑包 报告啊一包 你放屁 我小娜天生丽质 夸张只不过 是让我几张天花而已 我不信 就被你包招 哼 想让我包招 除非这个视频 点赞破两万 这可是你说的 小娜们 快点赞 来小娜露脸 第六组是主播 加上马桶人 这个组合有意思了 看看会变成什么 妈呀 自然是主播马桶人 我去 没想到MTR 在马戏团里面 也有人 看来这是一场 没有宵夜的战争 小伯们 你们觉得 电视人和马桶人 谁会赢呢 第七种是奥迪奥 加上衣服 会变成什么呢 这还很想 这些衣服 都是男装 肯定是奥迪奥 穿男装呗 刚满十八岁 妈呀 怎么变成笑罗了 小娜 大脸了吧 果然是梦幻组合 这也太离谱了吧 第八组是金哥 加上女监控能 又来一个 不过这金哥的眼睛 竟然有两个监控 这也太高笑了 这一组 是当AI泰姆尼 加上AI衣服 终于等到了 我去 这背影也太帅了吧 小伙伴 你们觉得 他们离开后 怎么样呢